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为不正常 吴卓琳自从说要去加拿大找爸爸之后 吴启力就断了吴卓琳的生活费 导致吴卓琳只能和自己的未婚妻相依为命 而吴启力觉得吴卓琳的行为顺势荒唐 索性任她放纵 而吴卓琳的生父成龙就更不用说了 连承认都没有承认过的私生女 就更不用提进一个父亲的职责 好好照顾吴卓琳了 哎 巴琪看到这里 真的挺心疼这么一个小女孩的 希望她能早点回到正轨 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둘